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友彤先生 欢迎您 刘晓鞠先生 欢迎您 下面请预设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华东师范大学辩论队的同学们 门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德王大师抱红是社会的悲哀 我请他们各自我介绍 学高是网绘技师 真正的心意维持高是网络技师 你都请四人去学正方四面立场 正方三点黄云姓 正方二边的考人 正方三点黄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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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教育部队 问候赞助各位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粉丝比赛的提示 您一声做出说明 单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用时达一分钟 即使员将以一声明响提示 当剩余时间到达一线时 集队舞于下每个环节 均保证各于一分钟或总时间到时 即使员将以两声明响提示 此时该面手必须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子一黄云姓 有请正方一面 谢谢主席汪汪在场 各位 网红资本大众媒体操红 现在社会已经通过这些词统绕 但我们却越来越来越 这些词会感到感感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参加泰勒就洞见到工具理性 给我们带来面语的同时 也带来了现代社会隐藏的悲哀 工具理性存在 可能会拼放我们的价值 法次委博言说 工具理性会让价值已经破于钢链 我们最终孝顺是我们的价值 而随为金钱的操作 孝顺成为获取离发型的作秀 而各种明星乍尊的实质 就是把同情的价值 当作提升自己帮公布的工具 同情所彰显的人类情感 柔软荡然无存 于是人类一个个美好的价值 在负责手段的第一追求中 被缅为传图 消析了价值之后 工具也会操纵和欺骗人类 没这个炒作 能让文方面的诗人 和冰师成为歌手 七星街头安静无数的流浪大师被炒作暴虹 这是彰显着典型现代性的悲哀 即流浪大师的暴虹 充斥着资本对流浪大师高尚诉求 也有用心的利用和意义化 严好的社会追求被赚钱取代 这正是把大师身上的高尚 当作能力的工具 而为美和消解了他转身的道文理想 甚至理想到他转人的生活 这都是社会的悲哀 流浪大师的社会 其实是有新关注伦理 他与路人搭话只是为了传工夺学 他捡垃圾是力气节俭 是为了环广不足够行 网红就把自己打破成迪拜 来将大师寻去那阿拉伯人 甚至是魔王和吃垃圾的行为 以过去点准和关注 大师没有家人 与网红便趁虚而入化 来高调时代 甚至有人自分训练 当场卖书牵手 而实际上呢 网红们根本不在乎 流浪大师说的是什么 懂得的是什么 他们只为留下合影 留下录像 一个号称社会追随者的人 会把一拉光一脚踢开 网红的艺图只是想会 成为成为一些关系 和一个热度 他们把社会的读实坚持 读书变成作秀 环保一举也变成作秀 一个赤臣之心 是要给资本利用炒作 甚至出现一个个魔王的流浪大师 更过分的是 当有人发现 不离跟大师露远的小视频 就可以获得数万流浪的套件 网红们就化成中古之区 维线主街 根本不被社会产生机会 他在无奈的感觉 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身体很严重的狗吃 他不太想成功的时候 哪里还能看 他当作一个人 分明就是一个卫生精淡的秘籍 其二 流浪大师望红后 在菜手开了讲座 被捧着大师之谈 具有食部配位 这即使对流浪大师本人的欺骗 也是对大众的欺骗 不可不畏是悲哀 通过的社会的软身体 和直播和车门的发现 他的直播无论讲的成事 以食部校百度 大到知己面的书的语迹 这些简单浅浅的 一步照顾大为人的支持 大众会开始评论 大师前无故人莫不来者 能说出这个人 就会上百家讲台 而真正大师却被放在一堂 博学大师叶嘉宁的 网络中开课 积累多年的点击量 却不仅得流浪大师只过一天 辽官道先生的知识分享 也比比更是精灵破产 假大师大惊其道 真大师无人问津 而快生讲台 又何常是审慧的送源 什么原本的想法 是追求支持 是因为相信他的讲台 能够传到甚至的节目 才能听起 才听起运作团队去了快手 可定问问娱乐的 快手 又怎么是一个 适合传到节目的平台 省为每天的观众 有真正的思考讨论者的介绍 有的不过只是一群 故事放放彩虹帝 然后缩缩缩 穿远间的黄欢群众 此等的力量 其偏倒了大师的人设 又偏倒了金属群众 而被伤害了 有何昌仆士大师的群众 综上此处 火花认为刘洋大师报 曾经准备了工具的价值 对于工具的价值的相解 对人员蒋梦 是现在社会的悲哀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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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今天网红经济很发达 我这个人希望做网红 您方觉不觉得我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呃是这样的 就是用工具理性排斥的价值理性 他是说我们不妨爱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过程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 只是我个人的意愿 不算您方佛说的悲哀 没有问题 什么叫我个人 我自己想做网红 有可能像您方佛说的 我的工具理性把我的价值理性消除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不能体现出一种社会的悲哀 没有问题吧 呃不是啊 就是你看这个意思里面 这个流浪大师他本身 我也没有想要做网红 没事 你们资格帮我 没事 今天如果社会上大家都想去开一个直播间 大家都想不往往 您方觉得这个现象算不算是很悲哀 我觉得您方不能再看只是这个现象 您看的例子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工具排斥价值理性 好 没事 所以确认一下 这样的例子 其实在对方的论域下 也不算一个特别悲哀的事情 不是您方这个例子没有解释清楚 您方这个例子不能代表 工具理性工具排斥价值理性 没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去好了 今天如果一个大厨师平常特别喜欢打游戏 您方觉得这样工具理性消解它的价值理性更好 这个为什么是工具理性消解的价值理性 您方解释 其实没有问题 那如果社会上大家都喜欢打游戏 您方觉得这算不算一种悲哀 不对 您方一直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是如何让工具理性消解的价值理性 就是我喜欢打游戏 所以对于这些现象来说 我们不能归根结底说 它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所以没有问题 您方没有说这个现象就是工具理性消解的价值理性 您方每个教育可以继续讲 今天秦始皇焚书坑炉 让大家的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断层 让那个古代演习进行了一定的消解 您方觉不觉得这样的现象可以持续上社会的悲哀 嗯 因为它为了实现自己的控制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看社会到底非不悲哀 这个语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语境 对于社会悲哀来说 我们一定要造成社会的影响 我们才有可能说它是社会的悲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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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正在这一观 就是不希望多长很多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 跟媒体时代的到来 以公众靠短视的一等文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 以其丰富多边的内容 受到人民群传的广泉观观点 巨统计 巨统计 截止是2018年 中国的短视链动物人数已经达到6亿 统议日合过量已经突破2.5亿 日合过量已经突破5亿 日合过量已经突破5亿 在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下 网红与爆点的出现已不再难见 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而在2019年3月 因为在实力前便开始拾荒流浪的上海人 省为一夜之间走同在网络 他热爱有出出口成江 这种知识与流浪街的强烈反差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时间成为人鼎子流浪 不可否认 流浪大师的爆红是火灵网经济时代下的又一场 但变题中的社会的悲哀 应当是指社会在经济和创造方面 有着不可挽回的腿 或是社会遭受了重大的伤害 我方认为流浪大师的爆红不是社会的悲哀理由之下 首先 社会的悲哀应该是一个一点素的意思 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成为社会的悲哀 我们说文化大德是社会的悲哀 因为在十年后结算 社会秩序混乱 大体无故军中遭到批斗 传统文化遭到了国内边性的打击 我们说每一次的战争都是社会的悲哀 因为人们冰龙相见血流成河 我们说其实黄焚书坑入是社会的悲哀 是因为它控制思想破坏文化 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这责任 所以每一件能够被我们称之为社会悲哀的事情 毕竟是让这个社会退步或者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流浪明星的出现 我们对于网红的大力关注 这个时代信息的碎电话 都不能够称之为社会的悲哀 流浪大气的走红 充其量也只是人们出于猎奇的心理 对于心心事物的关注 而人们这种猎奇心理的表达远远不能成为社会的悲哀 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营业 当时人们注意对心心事物的关注将肯德基封为规念 甚至把婚礼放在肯德基此行一时引起轰动 但我们能不能讲这个是社会悲哀的显然分离 其次流浪大师的暴行是朝作与批判反思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三月17日流浪大师紧在斗钉走红 但此时还远没有达到大众知晓的约步 而18日以后立马这个人民网情将晚报所有网络 一体为代表对此进行的批判和反思 从而引起了高度的社会化理性实习在整个社会上的暴行 我们打开搜索已经可以发现法是像 别着急的管流浪和教大师 流浪大师暴行过了72小时 到流浪大师停止了流浪 那还是大师吗 这样的批判讽刺性文章去多 因而流浪大师的暴行绝对不是单方面 因为其流浪有知识反差作用之结果 而是自从反差背后 我们所致以的公务员新子制度 所批判的跟风 趁热度等小丑行径 所尊重的传统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之共同作用之结果 很欣慰我们看到社会更加理性 能不能更加冷静 不再是被舆论忙碌待遇 而是能够沉稳地批判社会的调诡 这也绝对不是社会的悲哀 通常我方认为 流浪大师的报告 不是社会的悲哀 感谢恐慌一变 有请正方思辨对恐慌一变进行自权一环节 来 专门我们聊聊悲哀的定义 非常欢迎来 悲哀一定要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现象 反映了社会的一些问题 在你方看来叫悲哀的现象 问题不等于悲哀 社会非常可爱 我问你 我问一下 小岳岳之死造成了什么伤害 造成小岳岳之死 对 是不是个悲哀的现象 这个再加上我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思 造成了什么伤害 小岳岳之死是不是悲哀的现象 这个事情和流浪大师都能理解 小岳岳还是个悲哀 小岳岳有这个事情我可以认识 好 是个悲哀 它造成了什么伤害 当时你看到当时2011年的时候 不管是社会上所有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伤害人心的涣散那么多 对 它不是它使人心涣散那么多 它反应了人心的涣散那么多 但是流浪大师有多反应 对对对 所以不用造成什么伤害 我反应了问题就被这个问题了 来来来 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这两件事情不一样 区别是 区别是 第一个 流浪大师他本身这件事情 没有说像小岳岳大师 因为让他们是一样的 问题下一个问题 您帮说批评社会的一些问题 有蹭恶务 所以说它也是这个事件 都带来一些好处 不是 是批评让它保护 批评让它保护 对 可以 我先确认一下 最开始流浪大师红的时候 17号在抖音 对 所以是先批评他 他才红的 不是 抖音上 是有几千个在 你看一下18号之后 前将马后之后 百度之数标升到一万多 我这样分解好了 鲁迅批评社会的黑暗 所以鲁迅批评社会的黑暗 还是社会的黑暗 本身是一个黑暗 不是 如果鲁迅的批判让鲁迅暴红 那批判也是 本身让他暴红的一部分 不是这个逻辑 批判是让他暴红 所以是组合力作用 所以 你都要在抖音 他的纽量主标是有批判所带来的 他的抖音的40多个粉丝 都是在批判他 我告诉你 抖音最火的一个视频 占只有23点 我问你 抖音要用资料主要告诉你 他的粉丝主标是 现在有什么主要 我可以告诉你 白度指数 3月22日微信指数是593799 白度指数是一万号钱 所以是3月22日在流浪大师 这个人民共和他进行批判之后 他的流浪才飙升的 所以人们3月22日也是 最多人围着人家 你没有说因果观点 你是批判了他 造成他流浪飙升 我这么想啊 没有批判他 网红看到了他 蜂拥而上 这也需要批判 是不是他不需要批判 所以我没有所谓的 网红对他 对 所以大家告诉我 那是为什么 批判是他主要当中 主要的一个主要流量 而他的态度多 40多个粉丝 40多万个粉丝 到底多少是在批判他 从方没有主要 网红对我方说是很重要 我要去看看 不好意思 感谢双方验手 在本门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2分09秒 反方时间所剩12分41秒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点 OK 首先我们先来理解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方说工具理性 我方不想说工具理性 本身去准备 而是当工具理性去支配人类感情 当工具理性发挥到几时去消解架势的时候 它是准备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将这个孝顺是 孝顺是子女对父母一种人之常情 是感情使然 是道德价值要求 但是今天就有一批这个子女 他为了去争夺这个遗产权 遗产权 他把父母当成一种工具 然后道德亲情 这些价值在他们那里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这个利益 我们会认为 当子女把父母当成 去争夺遗产权的工具的时候 这种工具理性完全 支配来他们这种价值情感的时候 是一种悲哀 那么其次 我方将从两个字面来具体的闪述一下 就今天我们这个 沈维抱红背后 他悲哀的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两个字面来看 首先我们从探索这个字面来看 我们发现啊 就是在沈维他的直播这个评论性下面 大量的这个网友对他是极尽赞美之词 比如说有人说 他是从一个流浪汉到一代文豪 还有这个就是 他的视频下面一个最高赞的一个流浪 我们看他 有个人问他老奉一种诗 我们看这个诗诗 他说昔日红头流浪汉 今朝文雅重惊叹 毕竟沧桑千般若 千般苦凶藏文火虚弱 那实际上为什么他会老奉这首诗呢 是因为这个 大家可能会想 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伟大师 他自己造的 他自己这个自创一首诗 然后他引用 然后他文采的诗 实际上他只是老奉一下 陆府的毛鬼修风所播歌 而且他在其中还把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批天下函事的剧观言 变成了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批天下函事的剧观言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沈渭大师这样子的水平 都会被网友同为这个国学大师 而且不管这些网友是真的把他当成国学大师 还是说只是玩笑的精彩 就假使这些网友真的不懂 就是 他说这些这个毛鬼修风所播歌也好 还是他不懂这个曾子杀 就是这种简单的故事也好 假如他真的不懂 他同学也是学到一些 我刚刚觉得也可以 但是我刚觉得很悲哀一点在于 这些人他不懂是他把假知识 或把地级的知识当作高级知识 把假大师当成真大师 而我们真正的大师 像叶嘉宁上的国学大师 他的这个国学奖 国学视频 在网友评刊课上却无人问心 我方认为这是最悲哀的一点 那么其次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 他是抱着看着过来 就看着所有前台出他 那我方认为是为什么 来说更是一种悲哀 为什么 社会这个人不管他是在上面宣扬 他的哪怕是粗钱的事业 或者是高级一点的事业 但是当他在上面传播小学的时候 下面人居然抱着消费他 或者玩乐的心态去看他的视频 这本身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悲哀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乱看 从本身为本人的角度来说 他已经沦为这个消费社会下 创造流量的一种工具 我们看到 每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 就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 上海外的粉丝 蜂拥而至去唯独沈卫 只会拍一个几十秒小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十七秒小视频 就可以给他创造上千的粉丝 和上海的点赞 所以会有商人专门 买机票坐飞机飞到上海 只为了拍一些视频 多创造一些利益 那至于沈卫本人 他想有他的理念 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看到 根据中国新电网的报道 当沈卫这个人 他想 我们知道他一直是 节俭环保这个理念 但是当他想要去捡垃圾的时候 他的这个 他旁边这些追求的沈卫 一脚把垃圾剔开 同时沈卫在这个直播过程中 他说到他自己还想继续捡垃圾 但是他的粉丝们 所有太多是让 你不要再捡垃圾 不然你就是一种作性 所以我们看到 沈卫这个人 他自己的意志 他自己的理想 他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我们这个流浪是会 全部都看到 我们看到 沈卫这个人 如何成为 如何变成一个潮造流浪工具 谢谢 来 谢谢正方二变 接下来 游行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智群二关节 对不起 好 游行方 对了 总结一下 女方的一个标准 两个论点 打败论二变的是 流浪大师他本身的水平很差 论一说的是 一些趁热度的人可悲 然后比较标准 是说因为我们理解 武浪大师 所以 这个事情蛮算是可悲的 一点点来说 第一 你方觉得 流浪大师的水平很差 你方一变一变二变做这样一个举论 我告诉你确认没问题吧 水平做一次 反正没看到是没看到 请 好 问一下你方是学中文系 或者历史是谁的吗 没有 我说你本人是吗 那好 那好 那如果你不是学中文和历史 那我问问题我就敢问 想问一下 写笔麒麟婚姻孔云 还有一句话说 三年一地用也 金不玉生色也 利而用之 歪回 请问一下这两句话 哪一句是出自左传的 就是出自上书 我高峰的学生 对对对 其实我骗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嘴 这两句话都是出自左传的 但是都是截取 自流浪大师在五月份直播以后 但是直播中出的话 说明什么 明方这样优秀的学校 我当时高考上 你的学校比我的高考分数 高考三十多分 这样优秀的学校的 优秀野生都未必会说 刘耀大师说的话 从自己反映出来的 刘耀大师水平 其实还可以 对啊 刘耀大师他什么时候 都学百科百科连锁了 好抱歉 不是的 是刘耀大师出口成章 是刘耀大师自己本身 就有这样的学生海洋 你方说他事后 事前有查的话 你方可以举证 那我想那个 直播中自己说的 太好了 是的 至少我方介绍这个试评 不是的 如果你方觉得他是这样 是有这种作弊的协议 你方可以一举证 我方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方说这些蹭热度的人 很可悲 那大家请问一下 你方是不是要懂一下 其实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不是 刚才那个问题 主要他自己都扯 他说他自己就是知道 买买买买买 但其实本身他 这些事和他出租 好了 我方可以打算你 我方可以订阅 没问题 每一个学者当遇到自己 不认识的问题 不知道的这些时候 都会去用搜索引擎 这本身不代表他没有水 这是两个事情 我方已经听他是经过了 你方不跟他打算了 那我方的质询吧 我方就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是 凌方知道很多人现在 就是以拍抖音这种视频 为他的专门职业的 好 所以代表不了他 那个反应是他的频道 然后就是 行 就是我方在这个问题上 跟凌方纠结了 就是讲说 他对于凌方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学生 优秀的学生来说 他也有擅长于凌方这样的 这个水平的 好像下一个问题 凌方知道现在这个信息 它其实是很爆炸的 就是信息很多 没问题 就是我们以前可以一条条信息看 他现在不能了 也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在 是会需要一个信息筛材机制 没有问题吧 就是看我想看什么东西 我要看什么东西 不行 对 因为以前我可以把所有的新闻 一一过一遍 但现在信息太多了 我不能一一看的情况下 我就要有筛选 那这种筛选的标准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个人爱好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所说的点击 我们所说的热搜 通过大家主要看的是什么 来决定我今天要看什么 没有问题吧 抖音场没用的话是这样的 您不太用抖音可能不太知道 那您知道 卫博热搜 它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卫博热搜体体现出来就是一种流量的功能 而进入想请问 您方说现在博学大师都不红 是博学大师所有的都是这样吗 就从我们看到 就是您知道的有情况 我简单的举两个 比如凌方所说的反例 第一个是巨蛋第二个是巨蛋 虽然说他们的水平可能不是最高等级 让他们在传播博学这方面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这说明什么 说明凌方取得先出太空的大师 可能不太注意在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 所以在这一点上 并不是说我们不爱关注博学 而是在那些博学 它们自身的传播方式上 没有一点问题 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审慧上看不到 审慧就是利用了这个时代 利用的流氧规则 利用热钩规则 所以我方觉得 省慧的成功是有其异样的行为 感谢双方面首 在本楼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 8分34秒 短方时间所剩 9分39秒 在内游行 短方二变进行 陈子二环节 好 谢谢主席 来 先问到 审慧这个事件本身 对游奥大师省慧而言 它能不能代表 对游奥大师省慧的悲哀 明方告诉我 今天她被网红 不是她本人想看到的 不确 但是我们来看看 今天沈薇是怎么处理 自己被网红这件事情的 让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个眉毛哥小徒 以她独特的眉毛书名 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她以子进入了模特行业 干清成为网红 华众虚传 可是对于沈薇而言 她说的是什么 她说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看热闹来 混合而来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 继续补书 继续捡垃圾 技术实情环保分类 乃至于到如今 她都说 其实你们最终都会走的 因为我的人气直到有天会下降 发现没有 沈薇是至今为止 被网红的人当中 唯一一个出于你而不染真心不变的人 对于她来说 你用她的原话 我只不过是从一个低级的流浪 到达了一个高级的流量 但是我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 去宣传我想要讲的东西 发现没有 沈薇在这里面 并没有迷失她的本心 被网红这件事情 可能是她生活当中的一个突发事件 但没有导致她走向悲哀的结局 相反她实现了自我的自洽 实现了自己价值上的升华 再来看您帮手中的那些本子 创表很简单的一道语闻阅读题 您帮手说的那些评论里面 您给我区分一下 他们究竟是发自内心的崇敬 还是看热闹 讲乱 搞笑 今天那么多的流浪事件 网友在下面走个机里 好像已经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了吧 再来看您帮手说蹭热点的那些人 他们有怎么代表了社会的悲哀 就想问您今天去采访他的人 去围观他的人 在您帮看来 记者的蹭热点跟热度报道 有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他们来说 的确他们在追逐神威带来的红利 但想问您 他们的职业手续就是这个 他们背后所反映的流量时代 带来的经济产业 请问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的悲哀 是人性的沦丧 还是道德的后退 是今天经济产业 在这个方面 对社会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 还是今天大家都能理性的看到 今天流量时代下 事情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回归本身 今天流量大师爆红的时间节点究竟在哪里 既然您都查了那么多的事件 就可以结合他的舆情上升指数 百度指数 微信指数 您随便都 可以看见流量大师爆红之前 他的那个点击量 不非就是一种新兴的直播 新兴的主播出现 都带来的这种流量 更多的是什么 是今天大师在流浪 小丑在殿堂 流浪大师除了流浪之后 还有什么价值 在他新兴出现的那段时间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评判他 不要急着太角度了 老师 哪怕是直播的口条故事 他为什么可以继续领着购物员的薪资 发现没有 今天使得流浪大师从红到爆红的那个阶段 就是今天话题性的批判 发现没有批判和爆红是俄伏他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请您帮正视一下 工具理性究竟在当中支配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 公众对工具理性的版本和批判 谢谢各位 感谢港方二变 有请顺风三变对港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好 谢谢就请 今天您确认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悲哀 您说在省维尼是出境这方面的不悲哀吗 反反反对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悲哀的 当然没有 某方认为悲哀是一个很严重的词 只要某方找出一方面悲哀 应该就能认证这件事情悲哀吧 需要认证方方面的悲哀吧 所以在各方面 他都没有假设对社会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或者使得社会有所倒退 那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举证责任应该使用到在某个方面构成的悲哀器 可不需要认证在方方面的都是对的吗 对啊对啊 OK好 第二个问题 一方觉得省维配叫做大师 如果啊 省维在让你看这周一省维的时光吗 没有 没有 周一省维的直播上面讲 他每次直播之前都会做一个提杠 然后把每些知识心补充 请问我上网查了百度之后 知道两句话 初次作转 就得称得上大师了吗 在这个时代 相比于刘浪汉而言 他知道了很多的知识 大家注重的也是这一点 不是说他学识很高 而相对于他刘浪汉的身份而言 他的学识很高 大家去看的 也就是他对于这个解读 那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 这个个人见个智 所以大家消遣一下 我觉得我刚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好 所以说你现在对大家猜测 是你觉得公众是把它当成一个特殊 比较有文化的流浪汉 没办法真正当到大家设计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啊 很简单 那一些抖机灵的段子 明方觉得是发的那种 对 关键抖机灵的段子 是一些是所有人都在这么说 他们下面所有人都在说 且无误误人 后无来者 你觉得这是一个对 稍微有文化的流浪汉的比较吗 对啊 刚刚IG说的 也所有粉丝都在下面抖机灵 明方觉得这一切是什么东西吗 嗯 没有问题 所以至少明方现在 明方现在所有的推论解题 基于明方认为这些粉丝 没有把他真正当作大师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而且结合话题性 明方不要只看流浪大师的视频 好 所以他不去看流浪大师的视频 是为了够不激励的对吧 对啊 没有 话题性 还是那样 就是明方 要没有 无问题是吗 呃 就是去看他嘛 就消遣了 娱乐嘛 好 看他是消遣过娱乐 但是省为是想传递支持 一个人认真地在传递支持 看他的观众都在消遣过娱乐 这是另一种层次的悲哀呢 哦 不是 引起大家的兴趣就可以 包括所有的老师 我在讲的时候 我的目的是为了引学生进这个门 至于他是一知半觉 或者他没有兴趣 其实我没有办法保证 方便 你现在说 朋友要求做到的时候 你要求省为去做到 大家足够乐阻可以 如果我引起了你的兴趣也可以 对不对 方便 你的口题已经变了 因为你刚才明确承认过 这些人他是去抖机里 他是去消遣的 如果老师在那边讲 学生主谓的消遣这种是悲哀的 呃 当然了 我去报这效果可不可能被改变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省为今天 可能想或者说比较想的东西吧 对不对 哦 所以说你爸需要 就能考出的可能性对不对 哦 不是 是整个社会整体的氛围 就像我们看到了 结合各种指数 我方可以论证 今天网友过去看 不是发自内心 只是消遣之乐 包括话题心也证明了 我们是在通过这件事情 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正的批判 是在理性的想促进社会的进步 所以从数学 客观数学 没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观众有两类 一类真正把他当作大师 这是德鲁培为的悲哀 另外一类是消遣和娱乐 这反映出的是 省为明明是好好想传播之时 让大众越直呼着娱乐的悲哀 各个的悲哀 就往下问 你妈说炒鹅批判 你们批判的是什么 你知道批判文章怎么解释的吗 当然没有 我能先解释 批判的对象是什么 你妈说批判的 流浪家是引起来一些话题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小费人做错 好好不觉 批判文章 我都觉得他做错了 那么我打断一下 批判文章主 你妈说批判的是网红 对手机的跟风和参热度 如果这个时候手机没有红 那网红跟的是什么风 参的是什么热度的 所以不要没有发现 没有公众还是理智的 对不对 它在社会整体的价值 当然没有问题是什么 当然我就是在回答 我的问题是什么 批判的那个东西 我的问题是 既然批判的对象是跟风和参热度 证明在批判的时候 它已经红了对吧 不是 对没有 批判和参热度是两个东西 首先批判的时候 才有大流量的参热度 它刚红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要急着叫流浪和叫大 不是 我分两个问题 好 第一在批判的时候 批判的对象是它 是网红的跟风和参热度 没错吧 不是 前将晚报的那一条是 对它的走弧现象 开始产生担忧 并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对 这些后果在后面发生了 然后就引起了更大的话题性 嗯 所以说批判的对象 是它的走弧 我换言之是它走弧的指导才出现的批判 没错吧 哦不是 是不是 那其他的对象有可能是它的走弧呢 事先预见到可能会出现的后果引起了担忧 事后发现这件事确实发生了 引起了更大话题性的批判 好 我其实往下继续问一部 您放有没有打断用证据举证 它对它的批判贡献了多少热度 嗯 可以 微信指出 白股指出 您方可以直接批判 都没有 你说的是在批判之后 微信指出上升 有没有可能是之前那个暴虹的新闻 在这个时候 你还吸下来的流量 有两个小高分 第一个小高分的时候 正如您方所说 您方胳膊抬批判和暴虹的时间点 但是第二个小高分 你完全可以总结出来 完全就是用批判的话 可以带来的新的高分 没有问题 所以说 你方没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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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理上去论证 您方说的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我再问一个独特 第二个小高分就是会做 一个简单常识问题 我们去看沈辉 去看流浪打车报 我们今天就觉得流浪汉做大师 这事情好有意思 还是我们觉得 这些批判真的很深入 我们还去关注这种话题的 对 没有 没办法 你还会要看尝试 话题性 我要关注这件事情 然后我对这个话题 引起我自己的思考 就是今天这个有个大师 对对 没问题 我先问你的 就是话题性的来源 究竟是流浪汉 竟然都可以做大师 这比较一个话题性 不过我还是这么多人都在骂他 我要去看看他是怎么骂的 两个都有 好 您方举着第二个话题性在哪里 好 我继续往下问 再加上一个问题 你方攻击我方说 说现在两种大师 我们所谓的国学大师 传播方式不好 审规和好 对不对 呃 不是 呃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 一个假的大师 对我们这么红的 真大师我们不管 是不是社会的悲哀 真大师 吸水长流 在做一些默默的贡献 不良老实在 把它们吐光到人前 这有影响到我 对于真的国学大师的尊重吧 好像没有吧 只是因为不良老实在 让你觉得假大师的话题性更高 对不对 对吧 没有 你方是不是要证明一下 那些国学大师 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关注度 呃 对不对 我的问题是什么 呃 对不对 您说今天是不是国学大师 呃 没有说不好 然后觉得 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就是我们都去关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流 虽然它是个流浪派 但它确实没有什么文化 我们把它造成大事 而真的大师我们不去看 这是不是社会的悲哀 都要表达 你要先论证一下这个观念 我方学的消遣一下 娱乐一下 不代表我就真的 我问你 这是不是悲哀 如果是这样是悲哀的 如果所有社会大部分人是这样 并且没有人意识到 好 如果社会 如果社会的大众 他们确实在关注一个假的大事 而方学的真大事 这就是悲哀的 对不对 嗯 差不多吧 好没有问题 那你今天是觉得省为是真大事吗 嗯 对啊没有 我方学的对流浪大而言 它确实有 较高的 省为是真的大事吗 对 大家关注的是流浪 不是大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因为流浪 把一个人分过大事 这本事是不对的 对不对 对啊没有 这个大事 你觉得是跟真正大事的意义 是一样的吗 还是我今天只是 互联网戴好有很多 你总不能告诉我 流浪大事 真的是跟我们语门词连 语门语门的大事 意义是一样 是我们对国学鼓架的大事是一样的 我今天叫余丹大事 跟叫内阁大事 有任何的区别吗 好 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 您刚刚给他来告诉我 为什么在您方的世界下 究竟是省为 它也叫做大事 还是那些其他大事 我们也有关注 那你怎么解释 我们对于那个国学大事 没有不方样的这个现象 你怎么解释 跟平台 这样吗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方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4分51秒 反方时间所剩6分20秒 接下来进行制行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点 好 谢谢主席 我在场合 时间不多 我们抓紧 首先第一点 我没有想到 这方会在你一个名字上 就才这么近 你来举个第一个方 其实我 我在网绘国上的名字 叫做草莓小千里 前伙我就在想给你 又有一位网 他的名字 幽幽大国王 他真的是大国王吗 他进一步往下说 你刚刚讲说 今天流浪大师是假的大师 那请问这个社会 有对大师一个严格的评价 标准 是过了专八十大师 还是过了专十六十大师 没有的 进一步往下说 为什么我们会对流浪大师 审慰一惯一大师这两个字 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份 是一个流浪汉 我们社会是想要看到 更多的流浪汉 像沈温一样出口成章 热爱读书呢 还是希望这个流浪汉 能够讲这样的经典的秉金曲点 这样的行为越来越少 从我们讲的程度 想起越来越多 所以说今天在场的五位评委 能够做到像沈温一样出口成章 我发现里面的呼气冰冠 会奇怪 因为要是人猪龙凤 因为他们是知识贵子 他们掌握这样的知识 和掌握这样的能力是很真诚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沈温这件事情 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和反思 就在于沈温他是一个流浪汉 进一步对方 说沈温曹 本身不是出自他的艺人 不方戒取自身为在里 才接受人民日报财号的沈游 一段话 什么的说是什么 我以前最大的困扰是有两个 一是我没有钱买书 二是我买的书 因为我是一个流浪汉 没有地方放 一下运这件书 就没有办法保存下来 现在是什么 网络网红给了什么一个平台 那他可以和自己 真正喜欢听他说话 给你精进的交流 同样也给他这样的经济能力 能够满足自己最想要的两件事情 一是买书 二是找地方放那些他很喜欢的书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说 沈温本人的意愿 根本不构成一个社会的悲哀 不方简验对社会悲哀最贴切 最最补用的一个标准就是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沈温一样 作为一个流浪汉都可以冲口成章 还是说像这样的现象 越来越爽 那从我们常识的角度来说 好像是希望这个事情越来越多的 那近一步的对方说是趁热度 导致了整个世界 变得让社会感受到一种悲哀 二变提上 一方矩阵过了 其实现在很多社会的运行规则 就是使用热度和使用流量 有一位著名的上海在意验手 郭浩书 他在微博上开粉朵网课 我们肯定程度上来说 他是一个网红 我爸都知道网红 那从正常物理方来问 这时候郭浩书是一个悲哀 因为他利用了这种网红费 我方觉得好像完全不是这样 谢谢 感谢短缩面诱 接下来有请正方三变进群 质询小街温单姐 好 谢谢主席 问问再说各位 先简单重点一下 我们现在在两个探索 他发生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 究竟这是不是 假大师大行习道 真大师无人问津 在这里对方同学开出的唯一 他们也认为 真毁他的证则是够不上大师的 他们只认为 网友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觉得神毁 网友是真心觉得神毁是大师 我方第一次散播是网友 他们才同一刻不是这么说的 他的所有的评论 都是在讲 他们觉得神毁是真正的大师 好 那再两个步看 如果有大众认为神毁是真正的大师 这带来的是 所谓加拿大师大行习道的悲哀 那如果他们只是去 所谓去消费去消遣呢 这已经除了我们第二个 延伸出来的战场 也就是这也带来的另外一种悲哀 一个认证之真教学的人 下面做的却都是来消遣和娱乐的人 这是另外一种的悲哀 所以说 如果把我们这个大师身份认证 如果不能算是这个加拿大师大行习道 那至少也有另外一种悲哀 就是这个人在讲好好的教书 下面的人却都在消遣 所以这种战场应该是 我方暂时拿到这个另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 对方同学没有回应在炒作这件事情上 炒作的人在做什么 省慧命令在做我环保 他们一天在传授国学知识 可是大众根本不pare他这些 他们只pare他的环保行为带来流量 所以我要去学学他 学学他去做他的意思情况 所以我去吃一吃垃圾 虽然我没有这么想环保 我也没有这么在做我环保 可是这给我带来流量 只要这给我带来金钱 我就这么去做 他们眼中把环保消解掉了 而只是去对金钱的追求 他们这样是把省慧整个行为垃低了 因为他们把这种 明明是对社会的公益性事件 变成了一种作秀 而这是一种悲哀 当社会上的作秀越来越多 我们对作秀的质疑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我们再安排出一圈款 不管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真的 我们都会自己看作秀 引起的是社会的新人危机 这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3分12秒 反方时间所剩3分57秒 接下来是自由变动环节 有请正方的新发言 刚刚没有 我方讲的 在打入维约以前利用审美的时候 根本不给他时间修理 一天只能修理两个时间 严重支撑 影响到了身心健康 还不够悲哀吗 刚刚没有 你先告诉一下 市大众 你先跟我论证一下 为什么小部分人 做了一些 你方觉得不对的事情 可以构成整个社会的大道对的悲哀 我方讲的 小月月的这个世界 好像本界也只有影响到的一部分人 但是不妨按他 反应说的悲哀 什么每个人那些的心理状况 继续问你 叫很多人 他以环保为名 实际上确实做的作秀之时 这个时候会觉得 别人环保是在作秀 他的追随着 把垃圾网击开 有没有在作秀 所以提前一下对方的观点 作秀等于社会的悲哀 那是不是中国达人秀 是社会悲哀的一个集合 不过来一下 刚刚我们是说 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来作秀 让环保它本身有它价值 它是价值理性的东西 你用这个东西来作秀 这就是社会悲哀 回到刚才的问题 你说只有一小部分人 会利用这些事情 不可能 因为只有是大众喜欢看这些网红去派 他去围队阻戒他 才会带来意义 他反映了恰恰是大众 就喜欢给一些网红 创造的这种工具理性 期待取得一样的意义的空间 这是不是社会的悲哀 专门大众喜欢网红去做小问宁 那今天批判和反思同好而来 您帮所说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同好而来 专门他反映这些事情 他反映出了问题 我反过来问您吧 今天社会上 历史上 那一件悲哀不带来批判和反思 专门所以问您 今天是一个不义知觉 被落实是社会的悲哀 还是说今天我民众有话语权 有表达渠道 我敢怒敢言是社会的悲哀 如果有批判就固执的悲哀 那我们是不是更想过是 根本不想有这个事件发生 要问你批判什么 换句话说 再就是一种本身报复大家的批判 不懂你给讲的是悲哀 据问您好 往讲 这些人把假大师所得这么高 而真大师在来出来 根本你觉得我是那点假国学 或者我只懂你怎么去念一个大道之心 也就能处为国学家 你为什么还知道 我有动力去读业家一个东西 我方说 真理 他他别管他真理 不从经理算有竞争的关系 多掌握你两个国学知识 也是好的 没办法 应该把一个人掌握的国学知识 相对一个真正的国学哪是少啊 甚至为是假大师 我方进一步想问 我们今天对一个 是不是社会大人最基础的问题 要标准什么 是社会有没有一个倒退 社会有没有一个副版会 那我方来请问了你 我想下几位有没有实证证明 省威报红以后 这个垃圾分类 这个环保受到了一个影响 他的价值观受到影响 我方进一步讲 过去我们觉得一中间是大师 后面我们觉得成果是大师 到现在我们觉得流浪大师也是大师 你这大师在这儿呢 不断的讲解 这些大师的理解公共识论率 这一点都不会被爱 价值观受到影响有几顺吗 有没有 一个有文化的人 这样就得让流浪 才能获得大家关注 流浪才被垃圾成大师 这是一个悲哀 价值观的应用我们用以前的例子 来跟你讲过了 一旦作秀一开始 我们对作秀的质疑就不会停下来 正常的行为也会被指责的作秀 这是个社会的悲哀 这方面有华峰论阵了 今天对于这个流浪派来说 我们觉得流浪派可以出口成章 很惊奇 所以赋予了太阳光红的称号 明方觉得对于流浪派本身来说 这个现象对于社会有什么悲哀 明方觉得叫大师 只是出于他的尊重与惊喜 但他自己都说了 你们不要叫我大师 大家为什么还要叫他大师 他还要把土肥大师赋不高 那高六 所以今天发现了 大师跟明方组成国学大师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想请教您呢 今天社会的费压之下 明方是不是觉得只要做作者 只要都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被明方这样过分解读 明方今天有没有一个客观见面的标准 叫做今天我一部分是娱乐 一部分是交费 好 明方组织 大马重就是关谈了国学大师的 何况国方在大师身份认证这个地方 我们是有了两个男的 他因为关于哪个地方始终没有处理 也就是说他在这好好讲 而下面的人只是故意的消费了消遣 请问您啊 当大师在做一个环保行动的时候 家人在做什么 他在模仿大师 他在模仿大师把发育费手上 想要获得这个流量 你觉得这是不是对大师行为的贬低啊 明方不要再纠结 那是一个称号 我刚刚已经跟你举成过了 网络上的称号 其实不能当真 我们叫苍老师叫老师 他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吗 网友被消遣而已 罢了 所以反倒是我们看到这种流浪的反差 流浪和出口之间的反差 它是我们人的这种猎奇的经验体现 我们就喜欢凑多人 他一个星期 肯德基开店了 我去结果会多很悲哀啊 不是 网友 如果你消遣他也有悲哀 大师在评探阳学 我要跟你分享 但是你下面在听起来纷纷消遣他 真正大师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什么 你不能不在意这些东西 是不是 也是有悲哀 我们学校有一个正常出名 教授叫刘献权 他情话讲得很好 他每结合都有四百人去看 其中一部分是专业权 另一部分是什么社会上的人群 很听不懂那些 他是所谓的温和主义 还是严肃主义 他会听刘献权讲那里 讲精精有味 听得很有味 你帮告诉我 这件事在消遣的语言 有一个社会的悲哀 对吗 不对 我去听刘献权的课 是我报这一刻 真诚的向他学习的心 所以我听得精精有味 但是网友是看流浪大师 只是说看这东西好玩 看这东西叶器 但是流浪大师这个时候 是在真诚的传播他的事实 对方没有杀人出心啊 今天对于网友的动机 宁芳怎么可以通过宁芳所谓的 他们只是为了追求猎奇 而作出宁芳的判断 来问宁芳 今天对于流浪大师本身来说 他可以有一个渠道 去传递自己的知识 有什么悲哀 我方先讲了 夜奇的点 宁芳根本没有主动 到底是心心的不想 而且我方知道 我方先回应 我方先继续一部问题 就是流浪大师本地上海而言 维持组织 流浪大师每天程度 两个小时 让这样一个人 被人为你们牟利的工具 高没有 还不叫这个工具理性的悲哀吗 所以刚没有这种行为 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反思 引起了你所对于林芳 工具理性的反思 所以想反 叫林芳啊 今天当初有的新闻 警察将流浪大师 作为反诈骗的代言人 林芳是不是觉得 今天我们的公安机关 能够会沦落成社会的败哀了 按林芳讲的 应该悲剧越多越好 因为只要有坏事 只要有无调的事 就会反思越多 那林芳今天我们要想的是 坏事连续都爱好了 还是不要有这个坏事 也是不是更好 那同样按照林芳的逻辑 今天北京市的那公安局 就是在消费流浪大师 就是在把工具理性排斥 流浪大师架去一起 因为但是我们事实上看到 是流浪大师可能这件事情很欣喜 他希望自己可以为公安 作为反诈骗 做出一个风险 林芳告诉我 林芳这个标准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是 是因为我们今天发现 不管有多好事情去批判他 我们开始都读到不了 先往往去 就准备去公安交费流浪大师这些事情 反而是我们发现 这也不是流浪大师 以前有西里哥 现在流浪大师 是不是西里同样都有 但是交配一直也都在 通行没有 你这个交配 你这个 是不是办法被消解 流浪大师 通行没有大众从当时 关注西里哥的西里外表 关注他流浪汉的身份 到现在关注一个流浪汉的知识内 想问您 这是不是大众 对于网红解读的一种进步 所以想请教林芳 今天在林芳看来 什么不是社会的费案 有一个新点我先放一下 我这边给您 比较批评这个问题 请问 在林芳批评之间 就是你只要存在评定 就是费案 如果存在的批评 有很多批评 很多人看到的批评 在下一次 就用还是去重蹈输测 还是要去围追捕流浪大师 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有 所以林芳赶快告诉我 林芳的批评 现在的时效在哪里 有没有 接着你的话说 林芳告诉我 越来越多的悲剧 出现在这块社会里 我们对待悲剧的态度是什么 对待悲剧的态度是批判 而批判的态度 不应该像林芳所说的那样 评价它为悲哀吧 如果批判这个好事 它不为爱 那是让批判有效果 但我会发现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效果 林芳我如果举举这个批判 之后 为什么还要约约约约 去把它捧给大师 去做亮星 去给它美育骨结 对吧 对哦 所以今天您看到了没有 我们批判有两层 一种是欲剧 一种是批判 所以这个反思 在下一个暴行出现之前 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料到结果去了 可是看到大众整体的态度 是令人欣喜的 您帮怎么能告诉我说 今天我对一件坏事 有反思有批判 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是一个社会的倒退吧 社会上出现了批判的 我们这样的代表 人们心中都在批判 为什么我们反映出 人们心中都在批判 早在西里哥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过这些问题 就是法创在刘洋大师身上的时候 又一次重演了 那些以前在批评的人 为什么现在还要去 违约约约约呢 很抱歉 我们其实看到了 进入三月二十五号 当刘洋大师被打扰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议证也分到他 当然千万不要再打扰大师 然后他主动把大师那些赶 他追逐大师往外赶 虽然最后他个人的效果 很不适合明显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是看到对这些 刺流量的人 有这样的反思 有这样的反思 对 这个为什么是由于你的批判所带来 你没有论证 光讲的是说 如果人为老批判 这么有用的话 那后面在于今天的今日 刘洋大师热点 应该不会这么暴 但我们就在国家的潮浪 你应该有它 是不是更可悲 感谢刘洋店主的精彩发言 最后进行总结成 搜索前 邮洋四面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解编主要解决两件问题 第一件是 今天充斥着工具与新的时代 到底有没有像对方便所说的那么悲哀 第二件是 对于刘洋大师本人的爆红 我们应不应该用一个社会的悲哀 这个态度来比较它 先来看这个时代 从工业周围开始 我们每个人对技术都有着狂热的追求 而每次技术的革新 都能带来的是 传播模式的变化 当狂热的颅鸟分子 第一次砸毁工厂中的纸瓦机 当列克星中的第一声枪响 将尝试这本小色子 传遍13个北美的殖民地 甚至当贝尔 把第一条电话线 铺埋整个美国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每次技术的革新 带来的是传播模式的变化 而传播模式变化 背后折射的是什么 是对整个时代话语前的重构 今天也像刘洋彪讲得很好 对于流浪大师 对于那些快手抖音来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但是看到碎片化的信息背后是什么 我们意识到 我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 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信息的传播者 对于流浪派来说 我们只要有说发现信息的眼睛 它都能被推上网红的舞台 都能被大家喜爱 所以我们发现 从今少数 从前少数人对话语的懂怪语不存在 现在更多的是什么 大多数人参与 大多数人批判 这是一种信息的重构 这是一种时代话语前的重建 但信息的重构和时代话语前的重建 我们人类历史上 对于人性的节奏 从来不会说它是悲哀 第二点 如果真的像对方便有讲的那样 流浪大师本身是一个悲剧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用社会的悲哀来评价它 我方认为不应该 为什么 如果真的像对方便有所说的那样 流浪大师这个人自己被异化了 他有可能指向传过自己的理念 他有可能指向传道授业 但是他被人家所消费了 但我们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愿意接受悲剧 愿意看到悲剧 甚至反思这个悲剧的成因 我们去批判悲剧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说的很好 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可能跟美感一直在下降 但是美感下降我们要怎么补充 改变社会的审美 我们乐于接受悲剧 我们去反思社会的悲剧 所以跟对方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其实今天不一定我们要对悲剧 就有一个社会的悲哀 这个词来批判它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历史上从古之间一次次 所谓悲剧的诞生 促使了人类历史 散发出新的光芒 什么意思 20世纪一时 当战争的炮补和新时代的快速核心 让人们无法在自己的悲剧的现实和新事物中体会到人生的意义 一群人聚集在1916年福尔泰酒店里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去那里拥抱艺术 他们去那里拥抱绘画 拥抱歌唱 甚至拥抱拼图 因为他们知道 艺术是对抗现实荒谬的唯一方法 所以今天也跟对方大师共识 对方告诉我们 可能在我们的现实里 觉得游浪大师这个本人是一个悲剧 觉得游浪大师的观念应该用社会的悲哀来评价它 我们也看到在西方的历史上 两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没有让西方陷入战争的阴影 现实的泥造 正是因为那些大达主义者 正是因为那些解构主义的诞生 他们改变了社会的生命 他们知道艺术的背后有反艺术 他们知道文学的背面有反文学 甚至他们在那一刻告诉我们 统治西方世界的上帝 在20世纪都死了 而正因为他们这种解构主义的诞生 我们人类才在西方社会上有希望 我们人类才容易地走出了 二次世界大战的泥台 所以跟对方没有其实想达成的一个共识是 今天我们发现游浪大师 可以改变很多的社会审美 所以对于改变社会审美的 所以对于改变社会审美的情况 不应该用悲哀这个词去评价它 因为我们相信观念可以重够现实 而现实从来不悲哀 谢谢 感谢有没有变手 有请正方四面请你总结审次 好 什么是悲哀 专门有最后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产生新的传媒工具 现在另有一个样的方式 你不能刚才从方式为止 告诉我们不要悲哀 方从来没这么说过 方讲的是 如果对于工具 工具理性的运用 本事人员没有任何悲哀是可以认得 但重点在于 描返它因素的效果是怎么样 我方看的具体效果是你利用的这些传媒工具在操纵大众 你也要你利用的这些工具再把大师作为一种手段 你大师本事愣不理想法 你大师本事在价格想法的时候才能不能悲哀 所以你方人员的好处 不然你跟我方进行去比较 你这点地方也没有做 我方给大家做最考的词源 非常解释什么是悲哀 悲哀这个词 我用我的新闻的解释是在希腊语中 在柏拉布的版面中它明确定是 悲哀是对神把人当作的玩偶 神把人当作的玩偶 这就是极限中很强的工具性 所以查理财道三二十世纪在重启一个话题 说是如果在过去你是有神在操纵我们的 而今天是每一个人都在操纵的彼此 而我们也愿意心甘诚愿地被这些操纵 因为我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话 那么本身我们是在自欺吸引的过程中 被操纵被愚弄而不愿意去努力挣扎这个操纵 所以我方觉得这是对于悲哀很原始的努力 那进一步讲为什么我方觉得这是悲哀 你忙忙才说 如果直接把这当作大师有无可厚为 或者是你忙怎么能一遍这样的知识 从方非所应用去这么说 就算是真大师 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要一个真大师做哪样的事情呢 真大师必须把自己搞得从头构灭 真大师如果老老实实背课 认真真的教书故习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第一个人设足够有暴殿 一些家里的东西绝对比刘洋大师想的知识含量多不多 而且他也能基础到精深 但没有人去看一个人 因为他讲的不够像 而且刘洋大师还讲说 他原来的话 他觉得被缠到说也解惑 现在觉得大师喜欢 我就要多讲一些导致的地方 多讲一些有趣的地方去逗他 看到了没有 你在追求知识本质的活动中 把知识去消解到一个毁力量 这与他自己的初衷相反的 这一点自己个人是个悲哀 我帮进一步讲说 我帮说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他没知识吗 知道 大众难道 媒体难道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 陆上的真正国内来说媒体也知道 但是还怎么想的 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这样一个虚假的 圣诞是动摸的没有有什么清白无辜的 我们就像做一个虚假庞大的礼拜 我们没有人真正信心里的流浪还是上帝所说的话 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个礼拜呢 因为这个上帝有意思可做 因为这个上帝本身可以被利用 本身可以操作 我只要不用信任他东西 我对他可以通过的虚拥胆 我需要那个知识 我做成一种矿爱要素的消费 我可以点击告诉别人 我也懂了这个课 懂了多学 同样 那些被他操作也是这样的情况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心甘情愿地被操作 因为他知道 我没有 我虽然想追求博学家里的金字招牌 但我没有必要努力 我愿意 同样 媒体为什么也没这么多 因为他知道 只要塑造一个流浪大师的虚担人设 就可以带着问 你为什么要纠纷这么多呢 所以他的悲哀不是无知 而是自欺欺人 我方进一步讲 过去的悲哀是我们把一个有知识的人去瓦解掉 我们把苏东拉底毒死 我们把故伯烧死 今天我们不用了 我们只有把知识认识的人孤立掉 把流浪掉 当把流浪人认为大那种 这种大事就变成默默误会 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默色人 是我们这个社会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正方便手的总结成词 这次比赛环节已成功结束 有请评委 填写并上交印象票及完结票结果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哪能保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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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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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